越南单方面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的化解案 其相关的主张涵盖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区域 侵犯了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 违背中越两国签署的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和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越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我想强调的是 根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有争端不审议相关的议事规则 委员会不会审认认定越南和菲律宾的有关化解案 此类举动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突出分歧 激化矛盾 无异于争端的解决 中方将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同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南海的争议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